是普通的韩国的地铁 然后地铁有一个特别的东西 我想给你们介绍 这是阳泉 这是这个地盘的名字 25个10小时 smart图书馆 这是什么东西 看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借书的 一个五音机 那我看一下这什么用 认识以后 换这边经信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 不看似的人 人生不会幸福 不成功 不看似的国民 这国家也不会成功 我觉得这个很不错 所以有时间 这次机会给你们介绍 再见 再见